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真的比較特別一點 要來開箱網友投稿給我的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們還有任何其他可以投稿的東西 歡迎繼續投稿起來 只要你有投稿 是合理的,我就會把它放出來 後續我會把它做成一個系列 所以繼續歡迎大家 那我們就來看看 大家在這世界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吧 第一封信,自然揮發 主持是靈異影片 哈囉王狗,你好 這是我之前去桃園廢棄醫院拍照的影片 當時我沒有發現任何的不對勁 但回家後才發現入到東西 可以看到3到5秒之後 有一個駝变的東西走過去 可是那是廢棄醫院 當時只有我和朋友一起行動的 之後回去的一個禮拜都睡不好 所以我想請你溜溜溜溜溜溜 不知道我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影片 看一次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在差不多3秒到5秒的時候 我放門給大家看 這個3秒到5秒的這一段 有沒有 這 有一個 像駝叛老人走過去 廢棄金醫院這個呢 我之前就有去拍過嘛 就是這一集 那我 當時呢 我們也是自己關上 同樣的 也有其他網友來跟我投報 他們錄到了 我們自己關上的影像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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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你會怕 我 想 現在想大便 想大便 那可是太多了 你看 你看那濾水器都新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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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到靠邊的那一桶 對啊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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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他在... 推不開這個 推不開? 撞開 幹你你來 撞開 撞開 喔!!! 幹你 幹 我教你 那配上這個駝背的人 會不會是真的有人住在裡面 不知道 我們接著看下一個 朋友家的靈異照片 請往後跟我幫我們解題 這困擾我朋友很久 我來看一下 圈起來在這裡 喔!一個像頭 一個像身體 然後上來 這個東西我是沒有辦法證明 他到底是不是鬼 如果要說我要以宗教解答的話 下禮拜 會找到一個休息15年的高僧 他說他要來幫我解答一些東西 就把這個留到下禮拜 那我們就繼續下一個 靈異照片 開天宮廢棄的廟宇 之前淘寶好像也有去過 那裡有殺人氣死的案件 我們之後拍照 到傾斜的樓層 覺得頭很暈 當時跟四個人一起去 走下來的樓梯 一直有不尋常的聲音 摳摳摳摳 頻率很高 我們還有跑去廁所拍照 進去使我朋友很不舒服 後來我們在上樓的樓梯 拍了這張照片 一開始沒有感覺 拍完就離開了 之後又去了大坑的廢棄宿 淘寶好像也有去過 我跟我的另外一個朋友進去拍照 他拍完換我拍 我拍完同十二樓 傳出口口口三聲 我看到了我朋友 頓了頓幾下 我立馬跑走 講不出話來 回家後 我發現照片不尋常 洗頭洗髮洗衣服 都不太敢去 而且當天在床上 躺著睡不著 頭很暈 也有氣無力的 樓梯間 大約會看到六個東西 就是這個樓梯嘛 他放大之後 會看到一個 兩個 喔 就這種小頭啦 就這種小頭 就很像很明顯 好像又很不明顯 我之前去鬼影池路 就常常會拍這種東西 總歸於君就是 人沒事就好 親身經歷靈異故事 九份金瓜石神社 網友你好 我叫米卡 剛好看到妳有投稿 所以我想分享一個 沒有人還遇到的事 九份 因為歷史背景的緣故 這裡的異議故事蠻多的 以下以第一人稱來敘述 我自從畢業旅行去過九份之後 就一直非常喜歡那裡 一直很想再去一次 於是在畢業後 拉著幾位姐妹 就一起出發前往九份 那一天 原本和大家約好一起 早起看日出 但是他們都賴床了 不過我想說難得都來了 一定還是得去看看嘛 於是在早上五點半 我決定自己出門一趟 但因為長年下雨的關係 九份老街上都有遮雨棚 所以整條街 還是非常的陰暗 路上沒有行人 也沒有營業的店家 當我開啟導航之前 都還非常的順利 開啟導航後 他只是要我走上一條小階梯 途中遇到一間廟 是當地一個蠻有名的景點 叫做聖明宮 沿著聖明宮一旁的階梯往上走 路不僅越來越顛破 而且更加的狹小 九份的住宅是梯田式的 一層一層的跌高 因此樓梯非常多 可能是因為階梯的數量太多 導航便認為那些全部都是可走的捷徑 不料這些階梯通往的地方有一些奇怪 有的深入民宅 有的卻只有兩個人並肩 贊成的寬度 但導航依舊顧我的要求我前進 於是我沿著導航的路一直向上 第一次導航帶我到了九份公墓 我心想換條階梯走走 結果來回是六七四不同的階梯 每一次都總是抵達九份的公墓 不要大路通我嘛 不管我怎麼往手機的導航看 藍色箭頭的方向 總是要我往公墓裡面走 而通往公墓的路 是有點顛破而且沒有柏油的黃土路 雖然當時陣子清晨六點多太陽旺盛 可是畢竟只有一人的情況下 我還是有點忙 下意識的想要從其他條階梯繞過公墓 前往目的地 但是不管我走了多少次 重開了多少次導航 藍色的箭頭依然顧我的指責 九份公墓的方向 畢竟因為來回悅莫了六次 除了害怕 我體力也有指點支撐不住 只好作罷 準備折返回到飯店 但這時才發現 因為途中繞了太多的小路 我已經迷路了 無奈之下 我只好先往下 走到九份老街 再走回飯店 之後 終於抵達了熟心的九份老街 因為遮雨紅遮住了所有的陽光 頭上的藍燈籠 還有路邊突然端出了黑貓 更令我泛起涼意 事後我去查了一下 九份三層還有黃金神社的故事 才發現靈異事件特別的多 站在科學的角度上 我認為是九份的路太複雜 很多的小路 如果沒有進入到 才是到 沒有辦法直路 直到現在 那裡都還是非常多的靈異事件 我對於九份的印象 一直都是在於 預言 逃敵 監獄 至於他說九份公墓 跟九份神社 我是都沒有上去過 但我知道在日子時期 這裡是被拿來當作 金礦給開採 而且當時還有設置一個 戰斧 他們開個金礦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人在那邊過世 對 Maybe 有一天我們可以去 那個樓梯走走看 靈異照片 我跟我男友在我妹去大學新生報道 Merry突然說她的腿上有個手印 不是她的手 我也在現場看了 真的很詭異 居然是Merry的手 壓到指甲的方向 也不是這樣壓到 欸 的確是不會壓到那麼深 依照這個手的形狀 感覺 又滿像 她的手的大小 這個是沒有辦法判斷 我覺得 一樣存留到 等那個高深來的時候 耗力功能 Wongo會想腰觸膜 我有一把正腰寶劍 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去探險 不必要的話 我會在身邊保護你 這感覺 會被警察抓緊 你什麼時候 有空 如果你好看你的節目覺得很喜歡 我也是一個好奇心很重 對這些東西抱持好奇 和相信的態度 我現在因為念書 現在在東京 附近的街道 總是讓我覺得毛毛的 你知道其實這邊很多的素材 也流傳了不少的都市傳說 這是我家的街道 這裡就是新宿的歌舞伎廷寬樂街附近 那裡是全東西最陰的地方 所以聽說有了大量的娛樂場所 與風俗店是為了鎮壓陰氣 我朋友有靈異體質 上次來玩的時候 他在下榻的酒店內 看到一個白銀飄過去 沒有腳 像是一個難攻關 或者視覺系樂手的感覺 後來我也在網路上查找 新宿歌舞伎的情人酒店區 是屬於非命的事故物件集中地 如果可以的話 能注意完也算是一個素材 那個網子叫做 大島 我10月會去東京湯 我記住了 大家提醒我一下 大島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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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0月 下一個 這是一個靈異故事 來自於泰國的普吉島 叫做帕森渡假村 嗨好 你好 最近看到一則影片是 是猛鬼飯店 我在這邊想提供一則 我真實的鬼故事經歷 希望網鬼有機會可以去拍攝看看 再一個小友的要求 如果有去的話 可以帶上我嗎 畢竟家人都去過 很慶幸的那次我沒跟到 這間度假村 在泰國的普吉島 叫做帕森渡假村 原本是回家的目的 之後因為普吉高度發展觀光業 也因此是很快遞 就被這家度假村的老闆給收購 以下是他的敘述 有次帶了一團 入住那間 度假村 那一晚進了房間 就覺得不對勁 於是啊 拿起佛的鏡 開始念 念著念著 眼前出現一個女生 很兇的對他說 你以為念這個有用嗎 還上台巴掌 他嚇得連忙跑出房間 整晚都不敢回去 就睡在大廳裡 那另外是我家人的親身經歷 那一天家人說是 艷陽高照 三十七八度的普吉島 但進到度假村後 感覺非常的陰深荒涼 那一天住進了房間 感覺到很讓人不舒服 雖然也沒發生什麼靈異的大事 但是呢 半夜我家人突然醒來 看他陽台的燈被打開了 但他很確定 他們在睡前抽完煙進房後 又把陽台的燈給關起來 可能是我記錯吧 於是又不以為意的 睡著了 當他再度醒來 要去上廁所時候 發現陽台的燈 卻是關著了 欸奇怪啦 剛剛他睡前明明是打開了 怎麼現在睡一睡起來 又被關起來了 所以可能早上 他就抱著好奇的心 去問導遊 反而導遊 反問他的家人說 你們昨天是不是睡在XXX號房 對啊 那導遊就露出一點擔心的表情說 沒有發生什麼事吧 之後還有非常多的信件還沒有開啟 我會陸續的再把它打開做成一個系列 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照片跟影片的部分 我會拿給下禮拜那個高聲給他解析看看 如果你有什麼真實的經歷 你有什麼想分享的故事或的事情 你有什麼 陰陽眼特色的能力 探險或是做法 甚至是古漫頭什麼等等都可以 你也有經歷的話 就可以投稿給我 我會把它開啟 甚至是邀請你一起來的 OK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兒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掰 ita 讓我記得